今年来中国大陆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举未然成风 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被纳入了北京 准备申报联合国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县的建筑名单之列 对此网络上一片沸腾 评论者说中共当局把比希特勒还要恐怖百倍的杀人魔王 塞入历史推向世界是开国际玩笑 是对人类的亵渎 被称作北京脊梁的中轴县南起永定门北至中古楼全长7.8公里 新京报报道负责撰写北京中轴县深移资料的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透露 北京市中轴县预计2014年可以列入国家推荐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录 他同时表示除了元明清时期的建筑以外 一些近现代建筑也纳入了深移点 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大会堂 国家博物馆以及毛泽东纪念堂 不过他说这些比较新的建筑深移时还要看世界文化遗产协会是否认同 吕周声称毛泽东纪念堂是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中轴县最重要的建设项目 这次纳入准备申报的深移点反映了中轴县对北京城市建设的影响 北京异议人士李金城指出 毛泽东罪恶滔天 把毛纪念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的亵渎 网络作家金图表示 毛泽东可以说是比希特勒还要恐怖百倍的杀人魔王 把他塞入历史 推向世界 那是在开国际玩笑 毛泽东一辈子三尽天良 祸国殃民 三天害理 他没给中国人民做过一件好事 他只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和血润 毛泽东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民的大灾心 杀人魔头的念堂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那不是一个国际笑话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毛于世去年4月下旬曾发表批毛席文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读《红太阳的陨落》 他指出 毛泽东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坛 剥离神像外衣 接受公正评判 毛于世文章中隶属中共建政后毛的种种罪恶 包括大跃进导致三年灾荒 饿死三千多万人 为逃脱责任 又发动文化大革命 搞阶级斗争 害死五千万人 甚至毛奸淫妇女无数 却无人敢言等 毛于世写道 而这个祸国殃民总后台至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 早前北京作家铁刘也发起了一个起诉毛泽东罪恶的签名活动 是将毛的腐尸出堂 投向下墙 对于这个涉及毛泽东的申疑话题 网络上更是一片沸腾 由于很多网民言论激昂 大陆很多新闻网站关闭了评论并删除了跟帖 但微博上还能看到大量反对毛纪念堂申疑和批毛的帖子 有网民指称 纪念堂该拆除了 但也有网民表示 拆除太浪费 应该改成十年浩劫展览馆 警醒后人 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更有网民嘲讽说 建议连标本尸体也一并申疑 理由可定为 中国历史上极残暴狡诈之大成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